再讲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校地已经 鉴批率已经满了 所以呢我们为了 为我们的附设医院的第六期的发展 做一个规划的时候 就是在去年 去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的校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 是要用3.8亿的钱 去买一个学校附近的一个 信医这块地 但是而且已经我们都经过校务会议通过 已经签订了 购买的意愿书 结果到了预计六月份收购 结果校方就把这个案子送给董事会审查 这个是花很多钱的 是需要董事会审查 董事会却再三的拖延 从六月一直拖延到十一月底 才说可以我审议这个案子 但是他有意的拖延 所以在十二月初 我们还没有开始动作的时候 他就让我们的董事长的叔叔 叫陈田明 用3.5亿的钱买走了 所以买走了 我们学校已经通过了 但他却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消息放给他的叔叔 让他叔叔去买地 其实他根本不在乎 没有要照顾我们高一 我们的校务会议通过的东西 他根本不在乎 然后他却反而转过来 跟我们学校说 另外有一个停车场 你为什么不去买那个停车场 那个停车场十七亿 意思就是说要学校多付那个 多付那个钱 来完成我们希望的一个 医院的扩建的一个动作 而这个停车场的属于的公司 其实也是属于 其中我们的董事会 有一些股份在里面 这个公司拥有的这块地 其实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就是说是早期 是我们拿高一的校地 跟他交换出来的一个地方 而且是用非常低的价钱 跟他交换出来 把这个东西卖给这个公司 叫做南核心 南核心公司 有一部分是我们董事会 拥有的股东 所以他等于是用这种方式 再来剥我们高一的一层皮 我们作为一个校务会议的代表 非常的心痛 那么也让人非常生气的一点 就是今年四月 我们召开了一个校务会议 通过了一个叫做 校长领选的办法 修正案 为什么修正呢 因为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学校就董事会 没有经过校务会议的通过 就直接通过了一个 校长聘任或解聘的一个办法 就他通过了 这个办法其实是违反了 大学法第九条 以及私校法第41条 那么他这种 这是一个不法的做法 不违法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 换言之 我们 我们 拍摄 我们